大家好,欢迎你来到我的频道 现在我们在哪个潮带? 对的,我们还在东晋呢 我们今天要学到几个非常有意思的成语 我们还会学到一个中国伟大的诗人 一个散文家 他就是陶渊明 我们还会讲到他写的一个非常著名的散文 叫做桃花元祭 好的,我们现在就来学习 看看今天有哪一些故事 以意孤行的福坚 福坚在王猛生前对王猛是言听计从的 但是他却没有听王猛临死留下的忠告 王猛认为前亲的敌人是鲜卑人和枪人 但是福坚却十分信任 从前燕来投奔他的鲜卑贵族慕容锤 和枪族的贵族姚长 王猛劝他不要进攻东晋 但是福坚却把东晋当作唯一的敌人 非把他消灭不可 王猛死后的第三年 福坚就派他的儿子 福坚和慕容锤、姚长等待了十几万大军 奔兵几路进攻东晋的襄阳 守襄阳的禁军朱旭坚决抵抗 秦军花了将近一年时间把襄阳攻了下来 福坚把朱旭俘虏了送到长安 福坚认为朱旭能够为晋国坚守襄阳是个有气节的忠臣 把他收在秦国做个官员 福坚接着又派兵十几万从襄阳向东进攻淮南 东晋首将谢时谢玄 率领水陆两路进攻 把秦军打得一败涂地 但是福坚不肯就此罢休 到了公元382年 他认为准备成熟了 就下决心大举进攻东晋 这一年十月 福坚在皇宫里的太极殿召集大臣商量 福坚说 我继承王位到现在已经快三十年了 各地的势力差不多都平定了 只有盘踞在东南的晋国 还不肯降服 现在我们有九十七万精兵 我打算亲自带领去讨伐晋国 你们认为怎么样 大臣们纷纷表示反对 大臣全瑜说 晋国虽然弱小 但是他们的国主还没有犯什么大错 手下还有像谢安 环冲那样的文武大臣 环节一致 咱们要大举恭敬 恐怕不是时候 福坚听了全瑜的话 拉长了脸很不高兴 另一个武将十月说 晋国有长江作为天然屏障 再加上百姓都想抵抗 只怕我们不能够取胜 福坚更加生气 他大声说 哼 长江天险有什么了不起 我们的军队那么多 大家把手里的马鞭投到长江里 也可以把长江的水堵塞 他们还拿什么来做屏障 大伙议论半天没有一个结果 福坚不耐烦的说 你们都走吧 还是让我自己来判断 大臣们看见福坚发火 只好一个个退出宫殿 最后只有他弟弟福荣 还留在殿上 福坚把福荣拉在他身边说 自古以来决定国家大计的 总是靠一两个人 今天大家议论纷纷 没有溢出个结果来 这件事还是咱们两个人来决定吧 福荣心情沉重的回答说 我看攻打靖国却有许多困难 再说我军连年打仗 兵士们已经精疲立法 不想再打 今天这些反对出兵的 都是陛下的忠臣 希望陛下采纳他们的意见 福坚没料到福荣也会反对他 马上沉下脸来说 连你也会说出这种丧气的话来 真叫人失望 我有精兵百万 兵器 粮草 堆积如山 要打下个靖国这样残于敌人 哪有不剩的道理 福荣看见福坚这样一意孤行 急得差不多要哭起来 他苦苦劝告福坚说 现在要打靖国 不但没有必胜的希望 而且京城里还有许许多多 鲜卑人 羌人 截人 陛下离开长安远征 要是他们起来叛乱 后悔也来不及了 陛下难道忘记王猛 临终前讲的一番话吗 打那以后 还有不少大臣劝福坚不要恭敬 福坚一概不理睬 有一次 经兆尹 慕容锤进宫求见 福坚要慕容锤谈谈他的看法 慕容锤说 强国吃掉弱国 大国吞并小国 这是自然的道理 像陛下这样英明的君主 手下有雄师百万 满朝式良将谋士 要灭掉小小晋国不在华下 陛下 只要自己拿定主意就是 何必去征求许多人的意见呢 福坚听了慕容锤的话 高兴的眉开眼笑 说 看来能和我一起平定天下的 只有你了 说着 马上吩咐左右 拿五百匹绸缎赏给慕容锤 经过慕容锤一怂恿 福坚兴奋的 连晚上都睡不着觉 他的妃子张夫人 听到朝廷内外 很多人不赞成出兵 也好言好语劝他 福坚说 打仗的事 你们女人家别管 福坚最宠爱的小儿子福喜 也劝福坚说 黄叔就是指福容 黄叔是最忠于陛下的 陛下为什么不听他的话 福坚冷淡的说 天下大事 孩子别乱插嘴 福坚拒绝了大臣和亲人的劝说 决心孤注一掷 进攻东进 他派福荣 慕容锤 充当先锋 又把姚长 分为龙襄将军 指挥一州 梁州的人马 准备出兵攻进 慕容锤的两个儿子 偷偷的跟慕容锤说 皇上骄傲的过分了 看来 这次 这次战争 倒是我们恢复 燕国的好机会呢 夕安东山再起 公元383年8月 福坚亲自率领87万大军 从长安出发 向南的大路上 烟尘滚滚 步兵骑兵 再加上车辆 马匹资重 队伍浩浩荡荡 差不多拉了千把里长 过了一个月 福坚主力到达向城 从东到西 一万多里长的战线上 前秦的水陆两路进军 向江南逼近 这个消息传到建康 晋孝武帝和京城的文武官员 都着了慌 晋朝军民都不愿让江南 陷落在前秦的手里 大家都盼望宰相 谢安拿主意 谢安是陈骏杨夏人 出身士族 年轻的时候跟王羲之是好朋友 经常在惠基山 东山游览山水 吟诗谈文 他在当时的士大夫阶层中 名望很大 大家都认为 他是个挺有才干的人 但是他宁愿隐居在东山 不愿做官 有人推举他做官 他上任一个多月就不想干了 当时在士大夫中流传着一句话 谢安不出来做官 叫百姓怎么办 到了四十多岁的时候 他才重新出来做官 因为谢安长期隐居在东山 所以后来把他重新出来做官 这样的事称为东山再起 福建强大起来以后 东晋的北面班边境经常遭到秦兵的骚扰 朝廷想找一个文武全才的将军 去防守边境 谢安把自己的侄儿谢玄推荐给孝武帝 孝武帝把谢玄封为将军 镇守广陵 掌管江北的各路人马 谢玄也是个军事人才 他到了广陵以后 就招兵买马扩大武装 当时有一批从北方逃难到东进来的人 纷纷应征 他们中间有个蓬城人叫刘劳之 从小练得一身武艺 打仗特别勇猛 谢玄派他担任参军 叫他领一支精锐的人马 这支人马经过谢玄和刘劳之的严格训练 成为百战百胜的军队 由于这支军队经常驻扎在金口 金口又叫做北斧 所以把它叫做北斧兵 这一回福建率领百万大军进攻东进 谢安决定自己坐镇健康 派弟弟谢时担任征讨大都督 谢玄担任前锋都督 带领八万军队前往江北看击秦军 又派将军胡斌带领水军五千到寿阳去配合作战 谢玄手下的北斧兵虽然勇猛 但是前勤的兵力比东进大十倍 谢玄心里有点紧张 出发之前 谢玄特别到谢安家去告别 请试一下这个仗怎么打法 哪知道谢安听了像没事一样 轻描淡写的回答说 我已经有安排了 谢玄心里想 谢安也许还会嘱咐些什么话 等了老半天 谢安还是不开枪 谢玄回到家里 心里总是不踏实 隔了一天又请她的朋友张玄去看谢安 托她向谢安探问一下 谢安一见到张玄 也不跟她谈什么军事 马上邀请她到山里的一座别墅去 到了那里 还有许多名士先到了 张玄想要问也没有机会 谢安请张玄陪她一起下围棋 还跟张玄开玩笑说 要拿这座别墅来做赌注 比一个输赢 张玄是个好棋手 平常跟谢安下棋 她总是赢的 但是这一天 张玄根本没心思下棋 勉强应付 当然输了 下完了棋 谢安又请大伙一起赏玩山景 整整游玩了一天 到天黑才回家 这天晚上 她把谢时 谢玄等将领 都召集到自己家里 把每个人的任务 一件件一桩桩 交代得很清楚 大家看到谢安这样 镇定自若 也增强了信心 高高兴兴地回到军营去了 那时候 环冲在荆州听到情势危急 专门播出了三千名金兵 派到建康来保贵京城 谢安对派来的将士说 我们这儿已经安排好了 你们还是回去 加强西面的防守吧 将士回到荆州 告诉环冲 环冲很担心 他对将士说 谢公的气度 确实叫人钦佩 但是不懂得打仗 眼看敌人就要到了 他还那样悠闲自在 兵力那么少 又派一些 没经验的年轻人去指挥 我看我们准要遭难呢 肥水之战 谢安派出的将领胡斌 率领水军沿着淮河向寿阳进发 在路上 他得知寿阳已经被前勤的前锋 芙蓉攻破 胡斌只好退到了侠使 扎下迎来 等待谢使谢玄的大军会合 芙蓉占领寿阳以后 又派部将梁成率领五万人马进攻落舰 截断了胡斌水军的后路 晋军被围困起来 军粮一天天少下去 情况十分危急 胡斌派出兵士偷偷送信给谢使告急 说现在敌人来势很猛 我军粮食快完 恐怕没法跟大军会合了 送信的进兵通越秦军阵地的时候 被秦军捉住 这封告急信落在了芙蓉的手里 芙蓉立刻派快马到象城去告诉福坚 福坚一连得到秦军前锋的捷报 更加骄傲起来 他把大军留在了象城 亲自率领八千名骑兵赶到寿阳 恨不得一口气把禁军吞掉 他到了寿阳跟福荣一商量 认为禁军已经不堪一击 就派了一个使者到禁军大洋 大营去劝祥 那个派出的使者不是别人 恰恰是前几年在襄阳 坚决抵抗过秦军 后来被俘虏的朱絮 朱絮被俘以后 虽然被福坚收用 在秦国当个尚书 但是心里还是向着晋朝的 他到了晋营见了谢时谢玄 就像见了亲人一样高兴 不但没有按照福坚的嘱咐去劝详 反而向谢时提供了秦军的情报 他说 这次福坚发动了百万人攻打晋国 如果全部人马一集中 恐怕禁军没法抵抗 现在趁他们人马还没有到齐的时候 你们赶快发起进攻 打败他们的前锋 挫伤他们的士气 就可以击溃秦军了 朱絮走了以后 谢时再三考虑 认为寿阳的秦军兵力很强 没有把握打胜 还是坚守为好 谢安的儿子谢衍劝说谢时 听朱絮的话尽快出兵 谢时谢玄经过一番商议 就派北斧兵的名将刘劳之 率领精兵五千人 先对洛剑的秦军发起突然袭击 这支北斧兵果然名不虚传 他们像插了翅的猛虎一样 强度洛剑 各个勇猛非凡 守在洛剑的秦军 不是北斧兵的对手 勉强抵挡了一阵 败了下来 秦将梁成被晋军杀了 秦军争先恐后 渡过淮河逃走 大部分掉在水里淹死了 洛剑大劫 大大鼓舞了晋军的士气 谢时谢玄 一面命令刘劳之继续援救霞石 一面亲自指挥大军 乘胜前进 直到肥水东岸 把人马驻扎在八宫山边 和驻扎寿阳的秦军 隔岸对峙 扶监派出朱细 劝祥以后正在洋洋得意 等待进军的投降 忽然听到洛剑失手 像头上挨了一下梦棍一样 有点撑不住气 他要扶荣陪着他到寿阳城上去 看看对岸的形势 扶监在城楼上一眼望去 只见对岸进军一座座的营帐 排列的整整齐齐 手持刀枪的进兵 来往巡逻 阵容严整威武 再往远处看 对面八宫山上隐隐约约的 不知道有多少进兵 其实八宫山上没有进兵 不过是扶监心虚眼花 把八宫山上的草木 都看作进兵了 文言就是草木皆兵 扶监有点害怕了 他转过头对扶荣说 这确实是强大的敌人啊 怎么能说他们弱呢 那那以后 扶监命令秦兵严密的防守 进兵没能渡过肥水 谢安谢时十分着急 如果拖延下去 只怕各路秦军到齐 对进军不利 谢玄派人给福坚 送去一封信说 你们带了大军 深入靖国的阵地 现在却在肥水边 摆下阵势按兵不动 这难道是想打仗的吗 如果你们能把阵地 稍稍往后撤一点 腾出一块地方 让我军渡过肥水 双方就在战场上 比一比输赢 这才算有胆量呢 福坚一想 要是不答应后撤 不是承认我们害怕金军吗 他马上召集秦军将领说 他们要让我们 让出一块阵地 我们就撤吧 等他们正在渡河的时候 我们派骑兵冲上去 保管能把他们消灭 谢时 谢玄得到福坚 答应后撤的回音 迅速整好人马 准备渡河进攻 约定渡河的时刻到来 福坚一声令下 芙蓉就指挥秦军后撤 他们本来想撤出一个阵地 就回过头来总攻 没料到许多秦兵 一半由于厌恶战争 一半由于害怕进军 一听到后撤的命令 撒腿就跑 再也不想停下来了 谢玄率领八千多骑兵 趁势飞快地渡过肥水 向秦军猛攻 这时候 朱旭在秦军阵后叫喊起来 秦军败了 大秦军败了 后面的兵士 不知道前面的情况 只看到前面的秦军 往后奔跑 也转过身来 跟着叫嚷 芙蓉气急败坏地 挥舞着剑 想压住阵脚 但秦军像潮水般地 往后涌来 哪里压得住 一阵乱兵冲来 把芙蓉的战马冲倒了 芙蓉挣扎着想起来 晋军已经从后面赶上来 把他一刀砍了 主将一死 秦军更像是脱了 缰绳的金马一样 四处乱奔 镇后的福建看到情况不妙 只好擒上一匹马 拼命地逃走 不料一只流箭飞来 正好射中他的肩膀 福建顾不得疼痛 继续吹马狂奔 一直逃到淮北 才吸了口气 晋军成胜追击 秦军没命地溃逃 被击倒的 踩死的兵士 满山遍野都是 那些逃跑的兵士 一路听到风声和空中的 鹤鸣声 文言文就是 风声鹤铃 铃就是鹤铃的声音 听到风声鹤铃 也当作东晋追兵的喊沙声 吓得不敢停下来 谢时谢玄收复了寿阳 派飞马往健康送捷报 这一天 谢安正跟一个客人 在家里下棋 他看完了谢时送来的捷报 不露声色 随手把捷报放在床上 照样下棋 客人知道是前方送来的战报 忍不住问谢安说 战事情况怎么样 谢安慢吞吞的说 孩子们到底把秦人打败了 客人听了 高兴的不想再下棋 想赶快把这个好消息 告诉别人 就告别走了 谢安送走客人 回到内宅去 他的兴奋心情 才再也按捺不住 跨过门槛的时候 亮亮呛呛的 把脚上的木鸡的尺也碰断了 经过这场大战 强大的前秦大伤怨气 福坚逃到了洛阳 收拾残兵败将 只剩下十几万 但是慕容锤的兵力 却是丝毫没有受到损失 不出王蒙所料 鲜卑族的慕容锤 还有枪族的姚长 终于背叛了前秦 各自建立了新的国家 后宴和后勤 福坚本人也被姚长杀了 陶渊明不折腰 飞水之战以后 谢安趁前秦崩溃的时机 派谢玄收复了黄河流域大片的师弟 可是尽孝五帝却重用他的弟弟 慧姬王司马道子 竭力地排挤谢安 使谢安不能施展他的才华 到了谢安一死 东晋政权落在了昏庸的司马道子手里 东晋的朝政就越来越腐败了 公元399年 谢安帝和晋安帝在位的时候 汇姬郡一带爆发了孙恩领导的农民起义 过了两年 起义军十几万逼近建康 东晋王朝出动北府兵 才把起义镇压了下去 这时候 东晋的统治集团内部又乱了起来 桓温的儿子桓玄占占领了长江上游 带兵攻进建康 备了晋安帝 自立为帝 过了三四个月 北府兵的将领流域打败了桓玄 迎晋安帝复位 打那以后 东晋王朝已经名存实亡了 在这个动荡不安的年代里 在柴桑地方 有一个出名的诗人 叫做陶浅 又叫陶渊明 因为看不惯当时的政治腐败 在家乡隐居 陶渊明的曾祖父是东晋名将陶侃 虽然做过大官 但不是士族大地主 到了陶渊明一代 家境已经很贫寒了 陶渊明从小喜欢读书 不想求官 家里穷得常常揭不开锅 但他还是照样读书作诗 自得其乐 他的家门前有五株柳树 他给自己起个别号 叫做五六先生 后来陶渊明越来越穷了 靠自己公众田地 也养不起一家老小 亲戚朋友劝他出去 谋个一官半职 他没有办法只好答应了 当地官府听说陶渊明 是个名将后代 又有文采 就推荐他在刘豫手下 做了个参军 但是过不了多少日子 他就看出当时的官员将军 互相倾讶 心里很厌烦 又要求出去做个地方官 上司就把他派到 彭泽当县令 当时做个县令 俸禄是不高的 陶渊明一不会搜刮 二不懂贪污 日子过得并不富裕 但是比起他在柴桑家里过得穷日子 当然要好一些 再说他觉得 留在一个小县城里 没有什么官场应酬 也还比较自在 有一天 军里派了一名都游到彭泽 视察 县里的小官员听到这个消息 连忙向陶渊明报告 陶渊明正在他的室内 撵着胡子 吟诗 一听到 一听 一听到来了都游 十分扫兴 只好勉强放下诗卷 准备跟小丽 一起去见都游 小丽一看他身上穿的还是便服 吃惊的说 都游来了 您该换上官服 束上带子去拜见才好 怎么能穿着便服去呢 陶渊明向来看不惯那些 衣冠仗士 作为作福的都游 一听小丽说 还要穿起官服 行拜见力 便受不了这种屈辱 他叹了口气说 我宁可不愿为 不愿为这五斗米官奉 去向那个小人 打工作医 文言就是 不为五斗米折腰 说着 他也不去见都游 索性把身上的印寿 解下来交给小丽 辞职不干了 陶渊明回到柴桑老家 觉得这个乱糟糟的局面 跟自己的志趣 理想距离得太远了 从那以后 他下决心隐居过日子 空下来就写许多的诗歌文章 来抒发自己的心情 陶渊明写过一篇 非常有名的文章 叫做《桃花远记》 在那篇文章里 他写了武林地方的一个渔人 有一次沿着小溪划船打鱼 来到了一座繁花如锦 芳草鲜嫩的桃树林 鱼人被眼前的景色吸引住了 划着船再往前走 到了树林的尽头 发现了一个小洞 他丢了船 顺着洞口摸进去 开始很狭窄 过了一段 豁然开朗 原来洞里有一个很大的村子 那里土壁肥沃 三木成林 男女老幼来来往往 勤恳劳动 过着无忧无虑的和平生活 大家看到渔夫是个陌生客人 都热情地邀请他喝酒吃饭 渔夫跟大家谈起 才知道这村子里的人 这祖先还是秦朝末年避难到这里来的 他们根本不知道秦以后还有汉 更不用说什么未尽了 渔仁在那里住了几天告别回家 他在回家的路上 做了好多的标记 准备下一次再去访问 回到武林 他报告了太守 太守也很感兴趣 派人跟那愚人去找桃花林 但是怎么也找不到那个洞口了 桃渊明写的那个世外桃源 在当时的社会里是不会有的 但是他在文章里描绘的 那种人人劳动 各个过着富裕安定生活的图景 反映了在 反映了在当时黑暗动荡时代的人民的 一种美好的愿望 所以桃花以原记这篇文章 后来一直被人们所喜爱 非常感谢你又跟我读完了四章 今天我们讲到了 桃渊明的桃花源记 在我们这一章里面 作者说反映了当时黑暗动荡时代的人民的一种美好愿望 实际啊 直到现在桃花源的场景都是人们所期待的一种非常美好的状态 以后我们会学习 好的 今天我们就学习到这里 明天再见